來 下一位 請進 好 醫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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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噴一下喔 欸欸欸欸 有必要消毒這麼誇張嗎 喔 例行的 例行的喔 其實你這邊蠻通風的 不用消毒成這樣吧 沒有 少了說 你今天有什麼問題嗎 喔 我有點發燒 欸 有點發燒是不是 那我看一下喔 這 其實就是 那準備要打來 阿 這個 喉嚨痛 你犯了發燒喔 我只是 按照你的指示 阿 我沒有說我喉嚨痛啊 我看的出來 看的出來 喔 棒 那你那個 看你 蠻燒的啊 那我這邊有一貼那個 小陳退熱貼 那你帶回家那個發燒就貼啦 好不好 那 你應該有流鼻涕對不對 我沒有流鼻涕啊 看你好像快流鼻涕 那這個你流鼻涕你大概是什麼顏色啊 我就不知道啊 我沒有流鼻涕 你說我明天會流鼻涕 我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顏色啊 那我猜大概是 大概是這個顏色吧 應該會是這個顏色 藍色 太噁心了吧 差不多吧 你這個你這種性病人的病症 大概就是個藍色 那就這樣子啊 回去有空就貼一下好不好 就這樣望聞問切都沒有 這個發生有很多原因啊 有細菌感染病毒感染 有可能感染鼻痘 有可能感染扁桃腺 有可能是肺炎 有可能中耳炎 有可能各式各樣的 腸胃道的感染 你都不用問嗎 啊你醫生啊我醫生啊 啊你這麼厲害 啊醫生給你做啊 來來來 拿去拿去 給你當給你當 我本來就是醫生啊 大家平安 我是王聰明醫師 剛才開場已經看到這個小短劇 就知道我今天邀請到的 就是百萬youtuber HowHow 耶 大家好 黃醫生好 HowHow這個也 身隔人父兩年多了嘛 沒錯 我其實看過你的孩子 真的 很小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說 要看病前一天 我就跟我太太說 然後我就還發我自己的臉書 我們要去見五項 不敢不敢不敢 今天我們邀請到 HowHow來 就是無痛業配嘛 聽說您的影片都是 不知不覺就被業配了 那我們今天也有一個業配任務 就是這一本 黃聰明醫師感染青百科 那謝謝你今天來幫我們 你看過這本書了吧 看過我翻過一下 我覺得其實很棒的是他非常千賢益龍 真的 就是講一些細菌啊 病毒啊 疫苗啊 還有發燒 對 你覺得漫畫好笑嗎 我覺得很好笑耶 謝謝 你覺得好笑應該就好笑了 而且很多都是沒有什麼關聯 但我覺得很好笑 就真的很像那種漫畫 然後就要中間看好一下 對 那種政治漫畫有沒有 沒有趣 平常都報紙上看到 就變成這個 對 因為我是選的這一本 過去這段疫情當中 我發現不只是大人 其實青少年他們也開始對於疫情啊 然後病毒啊 生物 尤其跟我們健康相關的議題 他們的知識是很難有系統的取得 所以我這本就是胃口很大 我希望除了家長看之外 我覺得青少年就是中學生 以上閱讀能力OK的 我覺得老師跟學生 都可以在裡面了解到 新聞上面這些病毒啊 細菌 或者是一些跟疫情相關 疫苗相關的新聞的關鍵詞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現在 因為疫情的這一兩年 其實大家很多的資訊 都從網路上得到 但是網路上的資訊 也不見得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對 可能有些人就是參考某個文獻 那那個文獻有沒有被證實過 你都不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系統幫你整理出一套 就是觀念 或是一些知識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你跟阿福在疫情的時候 有沒有一開始相信什麼事情 然後你發現 我是假的 我們比較沒有 我們會多方查證 OK 我們比較看到一個新聞 我們會先去想一下說 欸這 是不是太扯了 然後我們 都會先分享到家族群組 然後我爸媽就會說 這假的 你爸媽反而扮演這個角色 我爸很厲害 我爸他就是 也不算是網路中路沉迷 我爸他就是很會 很會分辨一些假的還是真的 然後他就說這假的不要看 然後我說真的嗎真的嗎 真的假的 他會check這樣子 他會check 所以就是其實 多方人就幫我們佐證說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叫美玉儀有沒有 就是他也是一個 fact check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群組分享的文章是 被證實是謠言 那那個你把美玉儀 加到你的群組裡 他就會 AI就跑出來說 欸這個訊息是假的 真的喔 那我就把它放到我媽的群組裡 假如說他 分享什麼東西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有人出來 欸這個是假的喔 他問我說 這個美玉儀是誰 我說你不要理他 他就是一個AI 間諜 他說我不喜歡我的簡訊被陌生人看到 我說他不是陌生人 他就是一個AI 然後他又把他踢出去 哈哈哈 失敗 沒關係 偶爾再把他加進來 改個名字 哈哈哈 如果今天我們剛好在錄影的時候 非常巧的是 浩浩你的孩子剛好發燒 對今天早上剛好發燒 對 所以很好笑 我們原本想說 我老婆還說 欸要去看醫生 我說沒關係 我等一下就要去看醫生 哈哈哈 甚至看醫生 本身 對 老婆現在很焦急吧 對我們剛好在錄影前 我很榮幸可以讓 黃醫生拿我的手機錄影 直接看診 我就好好笑 醫生說如果病毒也亂拆的話 只要像是病毒病的腸胃 因為我想說我跟你講 然後你又在講 我就在你旁邊 對對對 所以發燒以前都是阿福在處理 我們都會一起 就一起發燒 這個耳溫槍放哪裡嗎 知道 大佛羅 耳溫槍 而且我覺得我們家小孩很好笑的是 很多小孩都會拍的是耳溫槍 就是擦耳朵 一開始不喜歡 但是我們後來讓他知道 因為耳溫槍他會逼一下 對 我們就來逼一下 然後他就會開始 左邊逼一下 他說又左耳也要 左耳也要逼一下 然後又耳再一次他把他玩去 然後就很好笑 這是很正確的你知道嗎 因為你左右左右 你有沒有發現好幾隻溫度都不一樣 真的耶 差個零年級度 所以通常年紀越小 他的溫度有時候差很多 就是取高的那個 嗯 比如說38 382 385 385 反而不是要安慰自己說 取最低的那個 不要不要不要 剛好擋住了 溫度都很低這樣 所以發燒的時候 你們通常都怎麼做 就是像今天 我看你們夫妻就不斷地在溝通 真的 如果今天你沒有碰到我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覺得第一時間先 我自己啦 如果在還沒有去看醫生之前 就先一直喝水吧 因為可能從小就知道說 我發財要喝水這樣 對 那如果發現他不喝 或是還沒有辦法退燒 我的情況是先會先觀察 先觀察可能半天 一天看看他的情況 那如果假設說他發現說他一直 都是這個樣子 精神不濟啊 或是甚至可能更嚴重 開始腹性嘔吐的話 可能就要尋求醫生的幫助 對 那在你這個比較淡定的過程當中 你老婆會比較 我老婆會比較 你不是說情緒化 就比較早想要去找醫生 他會很想要就是 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 因為他變成是說他 很擔心小孩 他幾乎是現階段的人生 他就把99%的精力 在小孩身上 所以小孩一怎麼樣 他就會開始 緊張和焦慮 對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為人父母都是這個樣子 小孩一怎麼樣 即使只是撞到 沒有啦 現在撞到我們讓他自己站起來 對 再亂跑嗎 像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怎麼跟醫生描述 像你今天跟我講說 他有吐 你描述的很詳細 他吃了什麼 然後吐 然後溫度多少 然後吐完之後 你給他吃什麼 他就沒有吐 然後他有喊頭痛 然後他沒有打噴嚏 沒有咳嗽 就是我覺得你今天早上 跟我的描述是 讓一個醫生非常可以 慢慢猜到這個孩子 可能感染的地方 是在哪裡 所以平常在跟醫生描述 是你負責嗎 還是 看情況 因為畢竟都是兩個人一起進診間 然後因為我們小朋友他比較 我覺得比較高敏感一點 所以進來又陌生的環境 然後一個陌生的護理師 陌生的醫生 開始就會想要哭了 對 所以這時候可能一個人安撫 另外一個人就開始訴說病情這樣 那我們就會先把他的 情況都先把他打下來 因為我們怕一荒 小朋友哭 然後醫生可能又有很多病人在後面排隊 我就荒 所以我們先把所有的文字全部打下來 怎麼怎麼條列式的 全部給醫生講說到醫生評估 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醫病溝通會很快速就是到一個共識 那我們就可以接下來討論 是細菌感染或病毒感染 那你看像腸胃道的病毒有很多種 那我們可能就會去猜 你的孩子的分辨的型態 是細菌的比較像 還是病毒比較像 通常醫生第一語就想知道說 是哪裡的感染造成的發燒 第二個就是 那個地方的感染有沒有需要用抗生素 那如果沒有細菌感染的可能 因為細菌才會用抗生素打嘛 如果是病毒就不用 那如果不用抗生素 那我要請你注意哪些危險跡象 譬如說脫水 那就可能會精神累累的啊 或嘴唇乾乾的啊 或者是有腸病毒的重症的四個跡象 所以大概就是 醫生的腦袋大概就是這個流程 所以我在書上也是希望 就是大家看完之後就說 那我以後跟醫生溝通的時候 先描述好症狀 然後當醫生告訴我說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大概心裡猜得到 他已經排除掉細菌或排除掉病毒感染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也有一些家長會說 我的孩子都沒有出門 那到底這個病毒哪裡來的 那我書上就有寫一個 渣男病毒跟痴男 你有看到這一句嗎 你有看到這一句嗎 描述的蠻貼切的 我想知道說對你來講 你catch到什麼樣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覺得用這樣的概念 渣男跟痴男的話 渣男就是 玩完你就走了 就有點像是可能流感病毒 用完用一下 讓你發燥一下 讓你痛一下 拜拜我走囉 被你的自體免疫被趕出來了 沒關係我去找下一個人 那吃男病毒 永遠像是說 我就抓著你 我就永遠不放 像你書上寫說 像是可能最嚴重的 艾滋病毒 就藏住在你身上 我就抓著你 我就不要 這輩子就是更定你了 不管你要不要 然後可能就被壓抑下來 壓抑下來 可是哪天突然發現你免疫不足 欸我又回來了 這樣 他就這樣 好好不愧是高材聖 我覺得你寫的這非常非常貼氣 吃男渣男 欸馬上就了解 對最有名的這個 吃男病毒 也不是艾滋病 而是我們身上都有的 像水痘 像泡疹 這個大概就是跟著你就 水痘還會起來嗎 水痘跑出來就是叫 袋狀泡疹 原來如此 比如說你60歲50歲 然後壓力很大熬夜 然後抵抗力差 欸他就跑出來 跑出來 袋狀泡疹就是你小時候 得的水痘病毒 他一直都沒有走 大概就這個概念 常在我身體某個地方 對對對 泡疹也是嘛 好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在這個書裡面 有還有很多的 有肝感染相關的知識 你有沒有對裡面哪一段 你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覺得看完會對於整個感染 小朋友會最常遇到那些 會有一些基礎的概念 但是我還是擔心說 有一些像是可能比較 小朋友像今天我們找 小朋友早上碰到的事情 可能書上有寫到 但又不是那麼的確定 你覺得像這種情況 可能還是要去找醫生 對 發燒本身它並不是造成 孩子傷害的原因 發燒它是為了要對抗細菌 對抗病毒 所以這個抵抗力有起來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 就不要瘋狂的去退燒 像你剛剛戲劇裡面用的推熱貼 什麼就是不問三七二十一 就先退燒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 以前古時候的概念 發燒好像都是毒蛇猛獸 但我們今天的概念比較像是 發燒是對你好的 退燒那麼無敵 是為了觀察精神活動力 所以你的孩子 如果精神活動力都很好的話 至少今天可以 不用看醫生 明天再說 明天還有明天的精神活動力 可能他明天起床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也是 看醫生 不等於一定要拿藥 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我們很多家長可能會誤解 說我今天花了掛號費 在外面等了一小時 結果你什麼都沒給我 給了一個我家裡就有推燒藥 那我來看你幹嘛呢 不是喔 看醫生就是希望 他是賣知識的 他的知識來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緊不要緊 然後告訴你 你現在明天要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會比拿一堆藥回家 然後誤以為吃藥病毒就會死掉 或是吃藥他腸胃就會不拉 我覺得這個反而不是我們 尤其是兒科 不是我們看病的重點 那大概這個觀念有的時候 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就可以成為百科啦 清百科 醫生今天講了一個病毒 我想知道更多 可是我不可能在診間 給你做一個科普啊 跟你介紹一下這個病毒怎樣 就有點時間不夠 所以這本叫百科 也可以讓你回去 醫生告訴你這個B病毒 是什麼東西啊 回去翻一翻 冠狀病毒翻一翻 我覺得這樣可以 讓你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不要那麼焦慮 這是我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 其實我真的 讓爸媽不焦慮這一點 我覺得最後就很成功了 因為在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真的只能上網亂找資料 親友亂問 或是去一些社團 然後去問一下網友 網友講的話也不見得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 可能真的還要尋求一些 專業意識的幫助 所以我應該 埋伏在那些社團裡 真的欸 你真的可能不要埋伏 就叫黃聰明 不然他也不信你 黃小明誰啊 假明 假明 想這個亂講 所以善用你手上的工具 然後善用這本清百科 希望能夠帶給所有的大人 小孩 或者是青少年 都能夠有不同的幫助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浩浩 謝謝 謝謝 記得大家能夠訂閱 黃聰明是健康獎 也要訂閱你的頻道 你的頻道人太多了 也可以訂閱一下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喜歡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給身邊需要的人 也可以記得按下 超級感謝給我們製作團隊一些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